来源新加坡万事通 2月9日起 新中正式开始30天互免签证 不少中国游客都抢着来新加坡旅游 新政实施仅3天 从上海浦东机场免签来新加坡的游客 就已经超过1万人了 中心旅游火了 根据上海机场边防检查站统计的数据显示 截止至2月11日下午 新中互免签证的政策才实施3天 经上海浦东机场口岸出入境的两国游客 就多达10837人次了 占往来新中旅客总数的90% 出境的中国籍游客占近一万人次 是去年同期的15倍 同时也有870多名 从上海浦东机场免签入境的新加坡籍游客 是去年同期的9倍 据悉大多数人都是旅游或者春节期间探亲的 龙年除夕当天 也就是两国互免签证的第一天 海口也迎来了首批免签入境的新加坡籍游客 新加坡已被中国游客挤爆 旅游订单暴增960% 游客主要来自北上广深 新中互免后 来新加坡旅游的中国游客还真不少 新加坡逼海湾都被挤爆了 据悉 来新加坡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80%了 有业者更是表示 今年接待的中国游客是去年同期的9倍 新加坡携程网显示 截至2月8日 春节期间预订到新加坡旅游的中国游客订单量 同比增长960% 主要客源城市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杭州 新加坡旅游局估计 今年入境新加坡的国际旅客数量 可达1500万至1600万人资 虽然和2019年的1910万人资相比 还有一些距离 但今年旅游收益 预计可达260亿至275亿新币左右 接近2019年的277亿新币 新马太游 再次成为中国游客眼中的香菠菠 新加坡、大马和泰国 先后对中国护照实施入境免签政策 时隔三年 新马太游再次成了中国人眼中的香菠菠 携程数据显示 截至1月底 春节期间 中国游客付泰国旅游订单 同比增长超13倍 付马来西亚旅游订单 同比增长超22倍 新加坡免签了 竞争对手更绝 东南亚各国封抢中国游客 在线招揽 2023年 泰国先是表示 中国游客限时免签入境30天 首班中国赴泰航班 降落泰国苏万纳普及场时 副总理及多名泰国政府官员 隆重接待 新加坡隔壁的马来西亚 也不甘示弱 2023年12月1日起 马来西亚对中国公民 实施入境30天内 免签政的便利措施 不会马来语 没关系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航站楼内 中文指路标志随处可见 工作人员披着我会讲华语的调幅 随时提供贴心的中文服务 甚至还有闽南语 粤语 请不吝聚